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來跟各位輕鬆愉快的聊天了 鏡頭會比較晃,這邊因為我拿著手機跟架子在錄 所以鏡頭會比較晃 跟各位先說聲抱歉 那這邊一直有朋友在Instagram 還有我的Facebook的粉絲專頁裡面 一直在問我什麼時候要不要發一下什麼七龍珠的玩具 是不是真的可以發一下,不要一直堅持糾結 再不要發什麼的 我這邊一直跟各位強調 我不想去蹭這一波鳥三鳴奧斗的熱度 所以也不想特別為了這個時間點我去發七龍珠的玩具 雖然說七龍珠真的是非常的有流量 真的是非常有流量 你光看到我心血來頭發了一個短影音 30秒的小櫃子的一些SHF的影片 就已經到目前為止好像2萬多了吧,快3萬了 不到一個月 就已經有這麼多的瀏覽人次了 即便它只是一個短影音 就有這麼多瀏覽人次了 你就知道七龍珠這個IP 光是三個字就已經賺多少錢了 但是我說真的 我不是一個很喜歡跟風的人 我自己加上我自己個人的習慣跟個性 我一直把這些童年回憶的東西放在一個童年回憶的記憶欄裡面 我自己講就是一個童年回憶的記憶欄裡面 甚至我對童年回憶這四個字的定義非常的嚴格 以至於我不喜歡去跟風這些東西 什麼叫童年回憶我再跟各位講一下 在我的定義就是這樣子 你小時候在那個時空背景之下 然後那部作品登場的時候 你當下對這部作品的感覺 跟你對這部作品的 給你的那種想法跟心境 這個我才把它歸類在童年回憶 簡單舉例 如果一個2000年左右的小朋友 然後他跟我講說 勇者達綱是他的童年回憶 2000年左右出生的小朋友 跟我說勇者達綱是他的童年回憶 這時候可能我就會稍微的打槍他了 我會問他說勇者達綱你在哪裡看到的 Youtube上面或是網路上面找到的資源 那是你什麼時候看到的 就是最近剛好聽到有人在講勇者達綱 那時候那一小時候聽到有人在講勇者達綱 然後我就去找 這個不叫童年回憶 這個在我的定義不算是完全的童年回憶 不要說完全不是 就不算完全是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我對童年回憶的理解非常的嚴格 在這個小朋友他對我的理解就是NG了 我覺得說勇者達綱他是1994 94吧還93 這就是那個年代推出的卡通 那時候剛好在那個時空背景下推出的這部作品 然後我那時候的年紀 那時候很熱門 甚至玩具也是這時候推出的 甚至在那個時間點跟人家講的故事 我們不要講劇情 我們光講那時候衍生出來的很多故事 我就可以講到天荒地老了 甚至開一集直播都沒問題 主要就是針對當下的一些生活小故事 反而不是這部作品 作品當然你小時候看到的 可能看一下下你就忘記了 這個東西剛好酷 機器人打機器人 神仙打神仙打神仙 你可能看到的理解就是 機器人打機器人這樣而已 那你其實這部作品怎麼樣不重要 看得爽就好了 你跟人家甚至在學校跟人家聊 就是哇操幹你娘那一隻 那天打的那一隻很厲害 那個差點把主角打死 好險那個獅子過去跟他合體了 就之類的 你可能可以跟人家講一些像這樣的故事 這個叫童年回憶 當下的理解 因為小時候對事物的理解 他不會像長大的時候你得到這麼多 也不會這麼清楚 你小時候看到就是一眼晃過去是什麼 他就是什麼 那你跟人家講 因為這樣子會產生很多的錯誤 一些有趣的小錯誤 會變成你生活的一個小故事跟談知 就比方講 那個 以前小時候 我一直在跟朋友 我跟我朋友在看那部卡通的時候 我就跟人家講 我操那個無敵鐵金剛 各位都知道嗎 童年的回憶 無敵鐵金剛 柯國龍 柯國龍對吧 對啊 無敵鐵金剛 然後 你在講 無敵鐵金剛的時候 我現在跟我同學講 無敵鐵金剛會金剛飛拳 金剛飛翼 金剛火焰 金剛射線 什麼小的 這邊前面都沒什麼問題 各位聽到 都趕快差不多 直到後面 我跟我朋友講說 靠北我那時候看到那般無敵鐵金剛 還可以變形 超厲害 我跟我朋友在聊天 講無敵鐵金剛可以變形 這時候大家就 可以變形 沒有啊 不行吧 我說可以 無敵鐵金剛還可以變成另外兩個型態 就是變得很瘦 然後一隻手是磚頭 然後變得很胖 然後下半身是像戰車一樣 坦克車一樣 然後朋友就 沒有吧 有 就把圖片拿給他們看 他們就 這個不是無敵鐵金剛吧 我就說是 這是無敵鐵金剛 第二季之後的造型 然後呢 這些人當然 沒有看過的人 或是不知道對這個 資訊匮乏的人 就會覺得好像是真的 就接受了 直到你後來長大一點 這邊應該已經 螢幕前面一堆人 應該笑趴了 你們應該已經笑到趴掉了 之後你長大一點之後 才發現說 靠北原來 你講的是蓋特機器人 你娘 對嘛 磚頭 履帶 顏色也是不對 可是呢 你小時候就是因為不知道 你的童年就是不知道 你就很糾結 然後一直跟別人講 是 直到長大一點之後呢 人家發現說 靠北你講的原來是蓋特機器人的時候 人家會拿這個來頂你 就是說 哪天有之後看到 無敵鐵金剛的魔神凱撒 那時候魔神凱撒 就講說 這隻魔神凱撒超帥的 應該是鐵金剛第三季的角色吧 故意在你面前講這個給你聽 然後你就轉過頭來跟他講 對啊 你看第二季可以變形 第三季就不能變形了 即便很丟臉 但是呢 你樓梯已經幫自己架好了 你不可能不往上爬 你只能一直往上爬 還到摔死為止 因為大家就會拿這個來頂你 這就是童年回憶 很有趣 因為你小時候的認知錯誤 以至於長大 你就是那麽挖洞給自己跳 你就覺得 拿這個被人家洗臉 洗很久 當然是跟你很熟的人 可以拿這個來洗你的臉 對上這種東西 這個對我來說歸類就是童年回憶 因為童年回憶一定會錯 一定會有問題 這個叫童年回憶 而不是現在長大一點 你看到最近 七龍珠鬧的事情 這支影片的時間點 七龍珠鬧了一件什麼事情 一個大陸的UP主老高 他不小心在講到 可能要趁這一波龍珠的熱度吧 對啦很聰明 他在網路上面可能找了一些資料 寫了一些稿子 但是呢 可能叫稿沒有叫好 因為他這個東西 對他來說可能是陌生的 我不知道大陸內地那邊的朋友 什麽時候才看過七龍珠這部作品 我不知道 那當然 他可能沒有看過這部作品 或者是真的是不熟悉 所以他在叫稿的時候 沒有認真叫好 所以呢他發了一些 他這部影片30分鐘 聽說30分鐘吧 講的從頭到尾都沒有一個東西是對的 被人家嚇到沒有了 被人家罵得要死 這個就不是童年回憶 這就只是單純的 他在網路上面找資料叫搞叫錯 就被罵 像這種東西啦 你說要蹭流量蹭熱度 我都覺得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 只是你在找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的資料被的正不正確 因為現在很多人他們要求的東西 如果你不是 呃 你小時候遇到的東西 你跟人家在講一個故事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很認真的在網路上面 要發這種資訊類的東西 就像是他在跟人家講到龍珠這部作品的時候 因為龍珠的世界觀說真的非常的 宏大 然後他的格鬥 他的卡通也做得非常的誇張 跟木木的三分球一樣 一樣那麼誇張 你光光一個三分鐘的 應該是沒有記錯是三分鐘吧 在納美顆星上面打了三分鐘 把納美顆星打到炸掉 你看光一個卡通就出了幾集了 像這種這麼深入的東西 我們就像這樣子聊天的時候 可以拿出來聊一聊 但是真的不要把這個東西變成是一個 專題來講 因為我覺得太危險了 非常的危險 就像我今天終於回到我的主題了 我覺得在講這種東西真的太危險了 如果你的認知是不對的 網路上面一堆資料查出來 就可以直接把你打到他媽只剩炮灰了 所以我一直強調我不要做 有關於七龍珠的一些 比較認真在探討的影片 最多就是像這樣子聊聊天的時候 我可以講出來說 小時候我就看七龍珠怎麼樣 然後我一直覺得他媽的那個 那個賽魯很帥啊 從塔城那邊可以把人家從屁股吸進去啊 小時候認知就是 哇操他從屁股把那個十七號十八號吸進去 為什麼不吸十六號 因為十六號長得太醜了 其實不是啦 但是小時候你不知道 為什麼他不吸十六號 不是一樣都是人造人嗎 為什麼他不吸十六號之類的 當然這些東西 你現在長大可能一些腦補的 或者是網路上面都可以找到為什麼不要 可是你小時候不會去糾結這個嘛 小時候也不會去認知 就去認知這個嘛 對啊 啊長大了你要去講這個東西 那你在聊天的時候可以聊 沒有問題 但是要把它做成一個專題 就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我一直不碰這一塊 因為太危險了 哪怕哪一天你們別人說 說不對 就像人家講的那個蓋特機器人 跟無鐵金剛一樣 我朋友 甚至到現在我已經快四十歲了 還拿這個東西來給我洗臉 對對對對對 三個顏色嘛 對啊那個紅藍黃就是什麼 紅藍黃就是什麼 是鋼彈嘛 不是嗎 對 啊所以啦 連那個什麼 那紅藍紅藍白 紅藍白是鋼彈啦 紅藍黃 紅藍 什麼 反正就是 柯伯文的配色 反正就是又拿這個來調侃 什麼顏色什麼顏色 什麼東西啊對不對 啊 鋼彈紅色的就是下牙開的嘛 幹你那幾百 每個世代都有下牙 好 就像這種很錯誤的東西 人家就會拿這個來頂你 好 甚至到你一支影片發上去呢 還是會有人來頂你 好 當然這種東西 我就說過他真的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不會想要去 沒把握的去蹭這種東西的熱度 好 所以呢你們也不要再 叫我拍一部什麼看嗎 就講一個什麼 欸那個 七龍珠啊也好啊什麼的 不要啦不要 我們玩玩具就好了 很單純的玩玩具就好了 各位也知道在我的影片裡面呢 只要我不熟悉的領域 我不知道的東西 我就直接跟各位講 這東西我就坦白說了 我沒看過 或是我只看過一兩集 我對這部作品不熟 我單純只是喜歡他的玩具 好 我也會直接跟各位挑明 就跟我買了Machine Robo 我真的看過Machine Robo嗎 沒有 我只是喜歡他的玩具 Beast War是真的有夠熟 你可以來問我 好 那當然其他的像超時空世紀 我真的熟嗎 靠北我連看都沒看過 只是因為小時候有玩過他的玩具 這就是我的童年回憶 就在於玩具 然後其他的東西像異形 靠北我是從頭媽的每一集都有在看 我很喜歡異形 但是我不敢跟別人講說我對異形很熟 不敢 這種東西就是你可以私底下跟人家聊天聊 但是不能拿來做主題的東西 跟七龍珠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我不敢做影片的關係 因為我怕被人家揪了一堆錯 你看嘛 光一個玩具在分享 就一定會有一堆人在下面留言說 那個說明書有寫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你都沒有在看說明書 像這種東西就可以拿出來講了 對嘛 那更何況是一部這麼 宏大的作品 這麼大家都知道 我不敢講別的國家 在台灣最起碼百分之九十九 的人 我講過了 從1975到2000這段時間的人 幾乎都看過的一部卡通 你哪怕稍微講錯一點點 然後主角叫什麼名字克林 對還對也不對啊 對主角叫克林嗎 對也不對啊 對不對 說是克林也不是克林啊 然後呢 人家講的講到後面說 那個配角叫什麼 叫飲茶 雅母茶 雅母茶 飲茶 對不對 對也不對啊 對不對 然後那個什麼天津犯 三隻眼睛的天津犯 二郎神 對也不對啊 所以啦這種東西你小時候的理解認知 跟長大的理解認知 跟長大的理解認知不一樣嘛 所以對也不對啊 對不對 每個地方的翻譯名字也不一樣 對也不對啊 哪怕你只是講錯一點點 別人就是他媽的狂兔啦 你不辦啦 你不知道啦 你不認識啦 你就只會他媽的寸流量啦 啥小的 對啊 與其做這麼危險的主題幹什麼呢 我不如就輕輕鬆鬆 來跟各位玩玩具就好了 齁 所以啦 再跟各位講 不要再叫我去蹭一些作品的熱度 也不要我去做一些什麼 比方講講到勇者 不要講說 你們要不要做一下那個勇者的故事解說啊 什麼的 不需要啦 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做什麼故事解說啦 齁 玩玩具就好了啦 玩具玩爽就好了啦 好不好 那我的頻道也是專門就是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玩具給各位齁 他也不是很認真的東西 就是我一個心血來潮 想到發一下的齁 你們可以看到這支影片 在我的頻道的第一支影片 你會發現很明顯就是心血來潮 在上班的時候拿出來那邊歐白痴的那個影片 對嘛 我也是心血來潮想到說 喔 發個影片來跟各位分享玩具啊 然後呢 後來就變成喔 講話咬文嚼字啊 再更後來就是像這樣放飛自我 逐漸母湯啊 對不對齁 反正找到自己的風格了 隨便搞就好了嘛 反正你們看得爽就好了 就像這樣子 一直都沒有很震驚啦 所以不要叫我去做一些很震驚的專題 不需要 這樣好不好 好啦今天這支影片只是要跟各位聊天啦 聊說為什麼不做齊龍珠 不做一些比較認真的專題齁 因爲我本身就不是很認真的人 而且我一直很怕這種東西出錯 然後我對不起大家 也對不起我對這部作品 所以啦就不做 好不好齁 當然 對於電影的解說那種東西也不要跟我問 我們也不要說什麼電影深度解析 不需要那些東西在我的頻道你都不會看到 好不好 也不要叫我做那個啦齁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了 單純只要跟各位聊聊天啦 聊為什麼不做齊龍珠 跟聊我對童年回憶的一個 認知是怎麼樣 讓各位知道一下什麼叫童年回憶 在我認知的童年回憶是什麼 今天就只是這樣子啦齁 其他就不要落立罷說了齁 謝謝各位齁